重庆谈判时,一件小事让蒋介石对毛主席佩服万分,非一般人所及。 抗日战争结束后,国共两党举行的重庆谈判,是一次决定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谈判。 国共两党都用很大的精力来组织这次谈判,中共代表团以毛泽东为首, 服以了解全局,富有谈判经验,机智灵活,刚柔相继的周恩来、王若斐。 国民党代表团有蒋介石操纵,指派政治上老脸通达,能严格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事, 且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资深官员组成。 1945年8月28日,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,从延安非抵重庆。 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,刘亚自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用。 毛主席到达重庆的当天,蒋介石在林园关帝,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。 席间,毛泽东趁蒋介石为委员长,而蒋介石则趁他为润支,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主席在林园下榻。 一队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,气氛似乎相当融洽。 1945年10月9日,大公报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,昨晚张志忠部长又一次大请客,六十三刻,毛泽东、周温来、王若飞三位先生们到了,立刻引起了全体注意。 张志忠部长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报告,就请毛泽东先生发表演说。 毛先生从容走进阔阴基,首先感谢各方面,毛先生接着说,何为贵,只有何,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,何是最大多数人的愿望,和平、民主、团结、统一、富强,是我们今后的方针,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。 可是困难是有的,但我们不怕困难,各党派不怕困难,中国人民不怕困难,我们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,克服困难,建立新中国,大家一条心,毛先生更郑重声明,我们的合作,是长期的合作,所有的困难都会打消。 最后毛先生大喊,新中国万岁。 蒋介石在接触中,对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,他对陈布雷说,毛此人不可轻视,非一般人所及,他誓言如命,手之一缕,绵绵不断,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五十支, 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,在同我谈话期间尽绝不抽一支烟,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。 10月10日,国共两党代表终于签署,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集,双十写定,并公开发表,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,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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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